人刚我柔为之走,我顺人被为之年。 解,这两句话是说推手,散手的规律。 对方用刚劲来进攻,我方必须以柔来走话, 乍看起来,似乎不难理解。 但在初学者以柔硬刚,虽然不顶了, 但又溢出丢尽。 因此,我们必须了解如何用刚和用柔, 怎样是柔,怎样是刚, 以及刚柔如何配合变化。 没学过陈世权法,或学陈世权不懂禅法, 他所用的刚和柔都不免直线进退, 或者懂得走公转的呼线, 而不会用自转配合公转。 所以在本身的感觉, 用刚则顶,用柔则丢。 陈世的动作不论大小都在旋转。 转半个圈便是180度的呼线和点组成的, 实则应是由点呈现。 与对方接触之处, 预线则感到是柔的, 预点则感到是刚的, 但我方的点碰到对方的线必然滑过去, 而又成柔的。 只有一点对点才能显示出刚来。 如果双方都是正面的点, 又会形成顶劲。 谁的劲大, 谁的动作快, 而劲小的, 动作慢的, 就被顶出去。 陈世权虽然需要用自己的点, 碰对方的点, 却用的是旋转中辐射的点, 所以进发而不绝顶。 但又怎样使人被我顺呢? 我认为这是和申部守法的公传配合有关的。 概括地讲, 便是次传要因敌变顺逆, 公传要因敌变三角形, 不论是守与守, 布与布或守与布的配合都应当是三角形的。